狐狸是一种很狡猾的动物 事实上,狡猾不过是它们的一把保护伞罢了 早前猎人捕杀狐狸时 若是它们不够激情,不够狡猾 或许等待它们的将是一场生死大考验 很多人对于狐狸的刻画都是非常贬义的 有人觉得这种动物非常的狡猾阴险 所以不少人对狐狸都没有好感 但是这样的情感只是出现在我国的部分农村 在国外却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一样的思想 据了解,国外的一个男子在七年前救了一只小狐狸 没想到七年后来报恩了 男子一开门也是乐了 男子表示,七年前自己在路边捡到这只小狐狸的时候 还以为是一只受伤的流浪狗,心生同情 所以将它带回了家,好好照顾这只小狐狸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男子也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这只狗狗长得可一点也不像狗,越看越像一只狐狸 最终男子决定将它放回大自然 但是那时候的狐狸早已丧失了在大自然生存的基本技能 男子只好继续收养它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必须将小狐狸送走 于是只好把小狐狸送到动物救助站 一别七年后,男子再次去救助站看小狐狸的时候 小狐狸早就变成了老狐狸 狐狸七年后依然不忘男子 一开门也是乐了 再见恩人,狐狸对着男子轻轻蹭蹭的 看起来就像一只啊哈一样 场面一度失控,原来动物也懂得报恩 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感动落泪 好了 谢谢大家